我们常说投资不能只有看短线 要长期的观点 那么最近其实在全球的投资市场上面 都很重视永续的观念 一家公司对于ESG的投入跟它的绩效 也成为投资很重要的关键 今天特别请到我在专业领域 非常厉害的好朋友 来自富邦证券的王洁明协理 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怎么样重视永续的观念 用ESG的观点来做好长期的投资 好 杰明协理你好 洛杉大哥好 各位观众好 好 我们知道就是 全球都很重视永续的观念 尤其联合国提出了永续的17个目标 包括环境的保护 消除贫穷 社会能够多元共融等等 所以企业界过去都讲环保 讲社会责任 现在在ESG这样的概念 把它整合起来 就杰明协理的了解 让我们观众知道ESG 这三个字代表的意义 简单介绍叫ESG E就是环境保护 那S就是社会责任 那G就是公司治理 所以这三个代表了 投资这些公司的时候 所以要注重的这些分数 而且现在全球在做这个公司企业的经营绩效里面 都把ESG经营的成效做一个很重要的评比 那么投资人也要看这个公司对于ESG执行的状况 作为他们是不是可以永续经营的投资标的 那我知道富方证券其实在这个新的平台上面 对于海外的投资也有一些新的亮点 借由这个机会请跟我们做一些说明 那既然提到ESG 那其实各位观众在投资这边海外的股票的时候 也很难知道哪一家公司的ESG的程度是怎么样 所以富方证券在海外投资的平台里面 提供了非常客观的一个 ESG的评分的数字 那这个数字跟评分的标准是来自于 陆福特的评分的基础 是全球前几大的ESG的一个投资评分的一个机构 所以在我们的海外股市专区里面呢 就可以看到每一家公司的一个 也许评分的这个平等 这是我们这一两年来提供的这个新的一个亮点 是是这很重要 因为其实一家公司有没有重视ESG 也许在短期的获利上面 其实看不出来成效 甚至要付出一些成本 但长期而言 你知道最新的全球对于企业经营的趋势里面 都非常重视 所以现在在这个平台上面 投资人就可以看到 各家企业他买的股票 这个ESG在这个公司经营的成效如何 会有这样的数字 是一个ABCD的这个 因为他把数字换成等级 对那除了这个 我们推出这个新的这个一个功能之外呢 我们在这个新的平台里面 当然有五大的其他的一个加持的一个功能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提供 纳斯达克的一个即时报价的这个一个服务 美股即时报价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智慧下单 那第三个就是有我们有中文的新闻 还有我们的富邦证据研究报告 那还有最后就是我们的一些账务的一些功能 所以这个功能完整 应该说在国内的这个业界里面 我想你数一数二的一个健全 那这几个功能是不是有解决投资人一些痛点 就你的观察 其实这些几大功能也是投资人在投资的时候 在做一个投资的判断也一句 所需要具备的一些资讯 对 我们整理一下这五大功能 就是包括了即时报价 交易还有新闻研究报告 还有账务等等 所以让投资人透过一个新的这样的平台的五大功能 可以解决过去投资上面 自己觉得不安心 或感觉好像有点不太知道怎么去处理的这种痛点 好那因为这样的平台的一些新的机制跟功能 你们好像有得到什么大奖是不是 对啊就是好消息啊 今年我们的2023年TCSA台湾永续投资奖 那里面有一个个案ESG创新 这个也代表我们在这些平台的投入 那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回馈 一个平台能够被消费者接受之外 更重要的是能够信任 这个奖项就是代表他们经营的一些诚意 努力跟成效 那么难得谢力来到了现场 应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ESG投资的特质是什么 ESG投资的特质就是 他这些公司的平等或分数越高的话 他受到金融环境这些的风险就是越低 那过去这些公司可能只重视这些财务短期的绩效 可是现在重视ESG之后呢 他在未来这边在公司的商与的信誉的部分的话 他能够比较让社会大众所能够接受 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 就一家公司如果只重视这个财务数字上面的绩效 就晚上都偷偷的排放飞水啊 那么做一些违反社会责任不公不义的事情 他商与很容易受损 那么将来他可能就会在投资上上面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 让你有可能投资的心血都会白费掉 好 那我们了解了ESG投资的特质之后 也请杰明协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么ESG这样的优势在哪里 投资ESG的这个这些平等比较高的公司呢 据我们观察 他这个族群在短中长期的投资绩效 的确会比整个大盘来讲来得好一些 所以这边的话给投资人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投资这些平等比较高的ESG的公司呢 他对短中长期可能这个指数这个报酬来讲 潜在的机会就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一家重视ESG的公司 我们平均啦 平均当然有一些个案 平均看下来就是说 他在整个投资市场跟股价的表现上面 其实有可能是优于大盘 我们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好 那么他如果是ESG是高评分的话 是不是在市场的评价上面 其实也是比较占优势呢 是啊 因为评价就是说 会考量到这家公司的中长线的 未来的表现 那ESG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对环境 对公司治理 对社会都有一个正面的影响 所以这家公司呢 有ESG做的比较好的公司 会跟ESG比较不好的公司来讲的话 投资者或是分析师可能会觉得说 ESG比较好的公司 在未来的发展会比较好 所以他的一个评价面就会比较高 其实这个趋势很快就从整个世界 我们一直会到台湾来 我常常去企业演讲 然后很多企业主委告诉我说 他们现在都很积极的 在配合做这个ESG的付出 以及评比啊 因为其实现在全球就是一个 大家都紧密联合在一起的供应链 你将来呢 不管你卖什么产品跟服务啊 海外的客户都会问你说 那你ESG的评比怎么样 所以投资人真的也要特别注意 这一个区块 那我知道富邦证券 其实在这个新的平台上面 对于ESG相关的投资的标的 成立的一个专区 让投资人可以一目了然吗 这是我们今年成立一个新的 ESG投资的专区 那除了我的美股呢以外 我们还有另外三个商品 就是台股 基金 海外债 我们把这些ESG优良的公司呢 都放到这个专区里面 当然这个专区一开始会介绍说 什么是ESG投资啊 这投资ESG有什么好处啊 那我们也在这些商品里面呢 罗列陈列出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标的 那供大家做参考选择 哇 那么在这一个新的平台上面 投资人对于ESG相关的投资标的 可以看到的就是台股啊 美股啊 基金啊 海外债啊 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投资标的状况 所以在做决策的时候呢 可以更安心 也能够更符合你内心的需求 那我想ESG不只是我们现在投资大众要来认识 我们也特别要针对年轻的朋友 来做一些教育跟推广 让大家的利财资讯呢 可以跟得上全球化的脚步 这一点怎么做呢 其实我们现在富邦证券有一个专属 在YouTube专属的频道 如果大家订阅 按个小铃铛这边的话 其实可以定期收到里面一些很多资讯 所以里面有富邦说趋势 我们会针对可能特定产业投资的趋势 跟ESG这边投资的趋势 跟富邦学霸这边 教大家怎么什么是ESG啊 什么对这个投资商品这些一个基本观念跟知识 是用很简短的影片来给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是是 所以这个理财教育真的要全民一起来 不只是现在的投资人要重视 如果我们年轻的朋友也可以从现在就开始来学习 尤其是对这个永续跟ESG的观念 让理财呢不只是个人可以致富 也能够符合我们全球永续的观念 再加上ESG这样的一个因素 让我们在致富的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环境更好 让人类的永续更加的有希望 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杰明协理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你哦 谢谢陆寻哥谢谢